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力量 就是你的心灵的力量 记住了 所以你要善用其心 两个人在念阿弥陀佛 用的念头不一样 功德不一样 今天你念阿弥陀佛 看到阿弥陀佛 念一句阿弥陀佛放出百千万朵莲花 让所有伤恶到痛苦众生 都能够得身净土 让现世的宵夜这样阿弥陀佛 你念了你身体就发光了 也会掉眼泪 想了众生苦你要这样用这个心 所谓佛教的教育 禅也好心法也好 就是要你用这个心不离菩提心的 不能自私 而且要变成广大心 愿灯居成为三千大千世界 愿灯柱成为虚明山 愿灯有景臣汪洋 此灯之处一掌得现于每尊佛前 念此光明 你要这样观想 这样观想 所以各位呢 那你的心才会广大 遍一切出 所以我们每次都观想观音菩萨 我的身体变观音菩萨 我的每一个毛细孔 变成每一个净土 所有的毛细孔都住了上帝 一皇大帝 各种的众生 所有的痛苦生病的众生 缺什么的都进入我的净土里面来 然后进到这里面来 他业障就消除 因为在净土里面佛力的加持 然后从你的毛细孔 有不失的各种的功德给众生 这样再念大悲咒 所以我希望 以后我们造这一尊观音菩萨 造起来那就是你的形象 以后你念观音菩萨 你要把自己观想 自己就这么大尊的一尊观音菩萨 所有的众生都看得到你身体 都进入你的身体 业障把它吸收掉了 然后你把你的功德散出来 就像一盏灯一样 再贡献给众生 所以各位呢 如果你用这样的想法 你就跟世界啊 跟众生啊 都结了一个很大的缘 所以这样来点灯 所以我们讲因果心 就是各位要了解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会产生一个力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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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